Hello 我现在在去小家伙幼儿园的路上 因为今天早上 我忘记把那个防菜霜给他装到包里头了 昨天他们在户外玩的时间有点长 所以回来之后我发现他的眼皮是红的 估计是晒久了之后有点过敏了还是怎么的 所以我现在抽空给他送过去 他现在呢还是在之前那个幼儿园 因为那个新的那边他要9月6号才能正式入园 所以我们先把他放在这 然后到9月6号的时候再把萝卜去 看今天我可要洗好多衣服 下面还有一洗洗衣机 这是第三桶了 因为小家伙昨天晚上的时候突然在床上给吐了 所以我要把所有的洗冲着太阳好晒一晒 不计今天胃肝吧 今天太阳还挺大的不说 幸好我把那个防菜霜跟那个小家伙送过去了 最近他们今天又要在院子里玩 他们要为了很多洗净 因为他们就会干净 在尾巴上就会干净 但他们会留在那边 很不过 他就会干净 你知道吗 他就会干净 你懂吗 你很像他人家的 很像是一天的那种风味 很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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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种 刚刚发现我们这个西红柿 好像这个要红了 终于要红一个了 我之前不是在这做的标记 我是种了那个香菜 撒了香菜籽 这应该是香菜的苗要起来了 有没有谁知道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种的那个呢 我正在跟我老公 说这个消炎药的 连上次那个小家伙咳嗽 拿着这个消炎药过期了 它是这种瓶子的 然后医生里面混合了一些 其他的东西 它是甜甜的 但是保质期呢 就只有七天 就他给你你七天之类 也必须得用 不用的话就过期了 而且他这边不随意 给人开那个消炎药的 所以小家伙咳 其实前几天已经好了 我们想说不给他吃消炎药呢 就是小孩少吃这种东西 但是结果估计是在学校 又跑啊热啊 我不知道怎么 昨天晚上又咳开始咳 而且还咳咳咳咳吐了 所以我想说今天还是 就放学后嘛 我就把它带到那个医院 就是让医生再给我们开个药 看一看是什么原因 然后之前网友还说 要我那个搞那个冰糖 雪泥啊 然后就炖那个水 给小家伙喝 你不知道 像比喝药还难 我们专门还找到那种硬硬的梨子 因为他们这边的梨都很软 结果我每次做了他都不喝 最终就到我老公肚子里了 今天大厨在做饭呢 看到我要吃现成的了 我老公炒的这个牛肉 这个方法我还是没吃过呢 我老公还穿那个围虫 找得挺专业的人 找得挺专业的 这个油跟我用的不一样 炒法是一样的 我每次炒这个菜就变那个炒 炒鲜花一个很好的 这个方法 我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好吃 有顺香的味道了 那 the rice is ready to get me now 这就是我老公做的两个菜了 这个是黑黑的牛肉 白白的花菜 还不错 给你点赞啦 谢谢阿姨 我老公还不吃米饭吃吃菜 最近减肥还是在继续当中 但是前期可能掉了多 现在又掉了慢了 慢慢来减吧 今天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所以你必须要记得 告诉医疗一些东西 你必须要说 他已经咬了一段时间 我们带他去医疗医疗医疗 但他从来没有吃他们 他从来没有吃他们 我只需要帮他 我只需要帮他 然后说他可能会吃他们 OK 我明白 嗯 嗯 它是非常好吃 嗯 我喜欢 谢谢你 我可以做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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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想要 你会做很多东西 我可以做很多东西 但我只会你喜欢味道的味道 嗯 我喜欢它 你喜欢 我喜欢它 咖啡是翻顶里的 咖啡是翻顶里的 老大伙 最喜欢吃花菜 蟹蘭花 胡萝卜 生了个小时候 最不喜欢吃的菜 因为他这边的青菜很少 我也是吃这个原因 我不知道他最喜欢吃的 就这样 我刚跟他装了一点 放一边 待会去接他放学回来 他肯定会饿的 待会给他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